希望大家可以花多一點時間 看看我們這個街頭表演 我從小的開始就已經很喜歡話劇 但最大的阻礙其實是來自自己的家 強烈的反對 所以如果我不堅持的話 就去不到今時今日 所以我很珍惜現在的工作 其實生活每一天都有很多問題出現 最重要是自己找到 主動地去補救 人生有很多東西都很美麗 尤其當你主動去踏出一步而得到的 就會更加珍貴 在好戲量十年 認識了一班志同同學的戰友 這麼多人支持之下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帶球去做 要說到現在的 讓我一看 皮膚這樣 比較乾一點 甚麼都不認識 甚麼古靈精怪的挑戰都遇過 有時候都會想 如果有人自動自業幫你解決所有問題 那豈不是太好了 那唯有有時自己厚點臉皮去問問題 主動結識不同的人 擴闊自己的牽制 有時有些事你不試著主動走前多步 你不會知道原來前面的風景是更加漂亮 更加美好 很快我們說在這裡 就會有一個畫劇的表演 剛剛一家大小看的 Hello Hello 這位男士 我想問一下你 如果我想形容香港的女生 你會用甚麼形容詞呢 那就當然了 你一拍你都沒跟我彩排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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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Hello 姐姐,為甚麼才可以大膽點 你剛才由媽媽走來姐姐走多少步 七步? 那這七步男人走呢 下次如果想大膽點的話 你記住這七步的感覺 那你發覺呢 走完之後 看回頭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對吧? 可以看人家 哈哈… 不坐到我 如果要趕快做的話 謝謝… 大家帥…